记者陈以嘉台北报道,今年国庆连甲,交通部除了国道夜间免收费,更加麻首度实施白天旅风时段七折优惠。 第一个优惠时段为昨天连甲第一天下午二时至晚间七时,但国道多路段上午依旧打塞车,效果有限。 交通部高工局统计,昨下午二时至晚间七时的车流量达34,300万车公里,与今年228连甲同时段的34百万车公里相比,没有明显增加。 风甲大学运输与五流学系副教授李特聪建议,离风折扣应加大至五折或四折,兼风加价二成以上,拉大差距才有移转效果。 立伟振运鹏更呼吁交通部长贺陈旦,认真考虑连甲日兼离风免费。 高工局统计,昨天李峰优惠时段间北部路段南下总沿车公里较228连甲同时段增加约8%,与6至14时尖峰时段增加5%相比,多出3%。 连甲国道输运计划是整套措施,成效仍需完整收集资料后,方能综合研判。 高工局指出连甲最后一天,10月10日,上午6时至11时也将实施七折离风优惠,将于节后一并综合分析民众用路行为及交通移转效果,以作为未来连甲输导措施评估参考。 建议用路人可利用收假日上午减价时段行驶高速公路,除可避开拥塞,亦可享受通行费优惠。